上世纪九十年代,整个亚洲娱乐圈工人有三大神级帅哥,分别是京城武、牧村拓哉和陈冠希。 其中,陈冠希是无数女生投票选出来的颜值巅峰,他嘴角的一抹坏笑迷倒众生,哪怕到现在。 谈到陈冠希依旧有人迷恋他年轻时的帅气颜值,但更多的无疑是艳长们这一相关事件。 原本陈冠希将会成为万众瞩目的大明星,成为香港影视界的传奇。 只可惜年少轻狂的陈冠希,始终把持不住自己的欲望。 2008年,艳照门事件轰动全国,至今,陈冠希仍旧在为自己曾经的过错买单,不管做什么,都会被人翻旧账。 当年这张照片曝光后,远在外地拍戏的陈冠希,知道自己犯了大错。 艳照在网上传播有1400多张照片,搏击十几位女星,不仅有张板支。 中兴童,蔡依林,应采儿,荣祖儿等一众明星大咖,还有很多香港有名的千金和已婚的富太太。 所以在照片曝光第一时间,香港讨伐生一片,而其中受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中兴童和张百之了。 张百之也因此感情破裂和谢霆锋离婚,而中兴童不仅清纯玉女的形象破裂,还被众多网友恶意揣测冠上了道府的陈浩,而陈冠希作为当事人,也在第一时间被无数网友讨拔,面对如此庞大的争吵。 哪怕洒脱依旧的陈冠希也意识有些顶不住,频频不断的舆论让陈冠希想要逃跑。 于是,他从香港逃到了美国,狼狈逃到美国后,陈冠希还收到过两次死亡威胁,信中说要伸张正义,送他上天堂。 生活在无限恐惧里的陈冠希想要做点什么,好挽救自己的过失,陈冠希曾尝试过给慈善机构捐款,结果被退回,也许是出于内心的惭愧。 当陈冠希看到那些因为自己而被媒体围攻的女性当事人的时候,他开始后悔,因为陈冠希自己作为这件事的过错方,后果不应该由那些女性承担。 于是,受不了良心谴责的陈冠希选择回国承担责任,他先是打电话慰问了阿娇,随后便召开新闻发布会,宣布无限期退出香港娱乐圈。 发布会后,陈冠希成为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,有一次走在路上,被两个男人一顿胖揍, 好在他及时报警,否则会有丧命危险,事后陈冠希回忆起来,还是很后怕,之后,陈冠希就特别害怕被人报复,变得非常没有安全感,出门也是躲在后备箱里。 好几次差点窒息,退出娱乐圈后的陈冠希带着一家人来到美国定居,在美国,他度过了一段非常灰烂的日子, 而陈冠希的父亲陈泽民此事也因为投资失败,从香港富商一夜之间变成了穷光弹,于是生活的重担便压在了陈冠希身上。 可自小就生活奢秘的陈冠希,哪里还有积蓄?后来他想起了自己曾花250万美元,注册过的一个潮流品牌, 于是这个曾被父亲瞧不上的潮流品牌,成为了父子二人的救命稻草。陈冠希在时尚方面非常有天赋,不仅推出了很多有特色的国际服饰, 还设计出了众多具有民族风格的潮流服饰,如兵马俑系列的球鞋,于是不到一年,这个曾无人问津的小品牌,被陈冠希经营成了年辱千万的国际知名潮牌。 这可能就是陈冠希的对于潮流文化的天赋。2008年宴掌门事件曝光之后,面对媒体的逼问,阿霄终于含泪说出自己当初同意拍这些照片的原因, 竟只是因为不想失去陈冠希。 但面对陈冠希的关心,当事人张柏芝却嘲讽地说,他是猫姑耗子贾慈威。 对于张柏芝的气氛大多数网友都表示理解,因为,在此次事件牵连到的所有女性中,张柏芝和钟心童无一时受伤害最严重的。 照片中的硬材不仅有丈夫陈小春的权力支持,就连曾经的老东家,前男友的妈妈向台都在背后挺她,甚至为了保护她,公开宣布将永远不与陈冠希合作。 宴兆门的另一女主角张柏芝,此时刚跟谢霆锋结婚两年,感情正是如交死期的时候, 却突然被爆如此丑闻,一时间张柏芝被推向了风口狼尖。 无数恶毒的辞汇,朝着她攻击过来,说她这样不检点的女人,根本配不上谢霆锋。 甚至网传张柏芝为了求得谢霆锋家人的原谅,第一时间跪求谢贤。 而就在网友等着张柏芝被抛弃的时候,谢霆锋站了出来,并无条件地维护妻子。 谢霆锋表示张柏芝和陈冠希的往事发生在他们结婚前,她不会追究,而现在她不允许任何人伤害她的妻子。 于是在谢霆锋的掩护下,张柏芝虽然受到了一些伤害,但也算安全退出。 反观钟心童就没那么幸运了,事情爆发第一时间就开始有无数黑粉抵制她,逼她退出娱乐圈。 甚至还放话要买下钟心童的不雅照,她付出一次就放出一次。 钟心童被这些黑粉的疯狂举动逼得险些活不下去,她无数次想要自杀。 但每当她看到自己的好朋友蔡卓妍,因为维护她而跟别人骂街时,她就知道自己不能死,因为死了。 这些痛苦就会转移到自己身边人身上。 你死了的话,那我的问题就会落在我身边的人了。 而如今距离当初艳照门事件,已经过去了15年。 钟心童也凭借着自己出色的演技和真诚态度,重新获得大众喜爱,希望她越过越好。 陈冠希收藏了1400张艳照,惹怒的不仅是一众女星,还有赌王何鸿燊。 2008年本应是陈冠希事业最如日中天的一年,却因1400张私密照曝光,而彻底从天堂跌入地狱。 这件事不仅导致她自己事业被毁,还毁了十几位女星的大好人生。 张柏芝因此婚姻破裂,最终离婚,钟心童患上重度抑郁,甚至一度想要自杀。 原本陈冠希认为这只是他们感情的私事,而且这些照片都是经过对方同意才拍摄的。 你请我愿没什么大不了的。 就在陈冠希退出娱乐圈之后,不少人认为她敢作敢当。 但大家不知道的是,陈冠希之所以永久退出娱乐圈,其中少不了赌王何鸿燊的推波助澜。 当初陈冠希事件爆发后,众多名人大佬公开发言抵制陈冠希,向华强夫妇公开表示永远不跟陈冠希合作。 赌王何鸿燊也针对此事多次跑红陈冠希,甚至放话封杀陈冠希,如果谁跟陈冠希合作,就是跟她过不去。 而她这么做的原因,只是因为非常痛恨陈冠希私下拍女性隐私照片,不把女性当回事。 虽然这句话放在一个娶了四方一太太的何鸿燊身上有些搞笑,但何鸿燊对待女性确实是珍重的。 要知道,著名的三从四代的言论最早就是出自何鸿燊嘴里。 试过境迁,陈冠希终究为她的风流往事付出了代价,被鄙视,被威胁,被吐口水,甚至一生都要活在燕照们事件的阴影里。 但人生没有重来一次的机会,从陈冠希第一次未被做人的底线开始,她的结局就已经被注定,做人必须要先修炼德行,否则不管站在什么位置,取得过什么成就,都得不到别人的尊敬,因为德行不配,必有灾殃,更多精彩敬请关注归于娱乐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